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Mrs.Muchel 和我老公 大家好 今天我們準備出去購物 不過我們今天不是去買衣服 不是去買聖誕禮物 今星期我們去買將來家要用的木地板和門 其實我們來到波蘭已經有一個月左右 其實我們已經出過去無數次 去不同的公司和店鋪去格格 選擇我們將來要用的木地板和門 現在我們去的一間 就是波蘭一間比較出名的連鎖式建築材料店 它叫做Castorama 其實它有點像Ikea 但它和Ikea的分別就是 Ikea主要是賣傢俬為主 而我們現在去的這間Castorama 它主要是賣建築材 譬如是木地板、瓷磚、門、油漆、浴室、 廚房用品、廚房用品 總之你說得出的家要用的物料 它都會有的 還有花園 對 還有花園 他們的價錢會比較中價至便宜 所以一般波蘭人都會去這間公司 去搜納他們需要用的建築材料 在這裏裝修和香港裝修很大分別 香港你通常找裝修師傅 你跟他說要做些什麼 他可能會給你一些樣板 他就會幫你去買所有你心目中的東西 但這裏就不同的 這裏所有人都要自己去選 去親身去到店舖 去買自己的建築材料 或者是 online 買都可以 但我們就要買好材料 師傅通知師傅來幫我們去做裝修那一部分 其實我們本身訂了師傅 在一月底 即是明天一月底 開始進行整個裝修工程 但因為那個計劃就是 我們被預期中早到來波蘭 那現在暫時我和我老公 就和老爺奶奶一起住 那那個問題就是 因為那張床不夠大 那現在我就睡床 我老公就長期睡地板 所以就很希望 就跟了師傅說 可以在十二月這個月份 希望可以把我們將來住那一層的主人房 和 煙霧間的木地板鋪了 希望我們可以買了床褥 可以舒舒服服兩個人在上面睡覺 這樣 我們駕駛了大概十五分鐘車程之後 就來到Castarama 快點進去和我一起看看吧 嘩 這裡真的很大 其實它有十五米樓底高 真的走一天都走不完 這幾辣就是賣瓷磚的 我們今天的目標 就要去找我們的木地板 其實我們已經來了這裡 無數次了 比較過十木地板和雙橫板 我們覺得雙橫板 比較適合我們多些 首先第一 它可以符合到我們Float Heating的要求 還有雙橫板它本身在表面上面 已經做了加工 所以它就可以滲水 就不同實木地板 實木地板用了之後 你要額外再去打納 去做一個保護的工作 所以實木地板貴之餘 它也沒有那麼耐用 反而雙橫板就會比較經濟一些 小小題外話 昨天我婆婆跟我說 洗手盆現在正在做大減價 所以我們昨天就來買了這個 陶瓷製的洗手盆 連水龍頭 也是314元 即是為港幣600多元 我們選好了之後 我老公就拿一輛大車仔 一次過載他們回家 我們足足就買了29盒的雙橫板 大概就是70個平方米左右 這裡的員工很好 他們就建議我們 遇到多少少數量 因為 即使我們鋪完之後 有剩 只要我們保持收據 就可以拿回來退貨 它就好過我們買不夠 到時候買不回同一款 就更加麻煩了 然後我們就去付錢 這裡總共加起來 就是2600元 即是回到5200元 港幣 真的辛苦了我老公 要他自己一個人做姑娘 把所有買好的材料搬上車 你好聰明啊你 我們終於買了 我們今天的目標 所有材料回去 我們總共買了29盒的木地板 總共是70個平方米 就蓋上我們的客廳 主人房 衣帽間 以及我們的客房 另外 現在大家看到這些膠條 就是放在牆和地板的空隙之間 作用就是保護我們那個木地板 就沒有那麼容易滲水 去損耗我們的木地板 那 現在我們把所有東西搬上車 這輛車超重 希望我們順利可以駕到車回家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可以Like我們 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和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當我們一有新片的時候 你就不會錯過了 另外可以Follow我們Facebook帳 波蘭人妻Mrs.Mu Sir之日常 還有我們的Instagram帳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